每次的新房车里面都有一些东哥的痕迹 这次东哥给我们做的是一个门把手的皮套 东哥这眼睛一戴上立马就非常有那种降人的感觉 这次我们房车的升级可以说是升级到细节之处 人这个门把手都安上了这个针皮的 一时代 看老花今天就感觉到有点韵韵的 哈哈哈 度数有点高啊 不习惯了 十几年前我都自己做牛皮包 要不我帮你认 以后我练一练看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门队也算了吧 哈哈哈 搞到位了 哈哈哈 现在这个门把手已经缝好了 看得出来很精细 哈哈哈 棒装上试试 搞定我们的新把手 很有质感啊 在这个白雪的印象下 更有感觉了 在室内的这个色彩很和谐 不错不错 现在我们要装这个电视的带板的把手 在这儿 好 现在我这个皮靶手也装好了 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之前我看评论区有朋友热心的留言说啊 把这个板固定在这个电视的顶端 这样电视升起来 它就可以直接 这个板也升起来 就不用这样再拉一下这个把手了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 你的嫌疑非常棒 但是因为星洲它的这个车体啊 上面是一个弧线的造型 就是上面窄 下面宽 所以在这个板子升起来的时候 它会卡到上面这个窗户 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采用那一套方案 而是采用这个翻折的这样的设计 今天还有一项重要的改装啊 就是我的这个洗衣机 这个大的这个立式洗衣机呢 更浓妆 然后是用来洗我和我老婆的衣服的 房车上那洗衣机是洗 到时候宝宝的衣服 现在我这个皮卡斗里面 它现在是这样的 您看一下啊 它有一个这个二层的架子 这样我的洗衣机就没有办法立进来 就是咱们量好尺寸 把这块应该是锯掉一部分 把这架子锯掉一部分 这样的话我的洗衣机就可以立在这后面 没关系 这样就省其多了 不想现在收拾 房车装浇到一半呢 我们家里面有点事 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家来办事情 顺便我在家里面搜刮了一下 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到房车上去装饰的 比如说装上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可以去房车上试一试 这次因为我们的那个B灯装的是纯铜的 所以我就想起家里面还有一些这种铜的东西摆件 像这个铜灯啊是一个台灯 是之前冬哥和虎哥帮我们做的一个灯 我觉得这个还挺经典的 可以尝试这次放在我们新车上面 包括还有其他的之前我们买的这种纯铜的这个 咖啡壶 手冲壶 还有这个 这其实都不是一套的 都是东买一点新买一点的 这咖啡杯 包括还有这种铜的竹台 上面是放蜡烛的 还有一个这个装饰也是铜的 它可以两边调整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往房车上看看能不能摆上去 还有这个名画 梵高的名画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冰箱贴 我觉得可以拿到房车上面去试一试 比如说这个圣诞老人 还有这个小狐狸 这都是我们之前去芬兰旅行的时候买的 我觉得都很经典很耐看 过去的好多年都好喜欢 就是东西太多了 需要选择怎么办 很纠结 哦还有个这个 你看这个 它这个可以放在咱们的房车门口 是不是 挂一些小钥匙呀 什么的小件东西 这个可以也拿去试一试 期待一下我们的房车 软装完成之后的样子吧